这位同修问说,地藏经的启示里有一段说,功德没有办法给人,只有负德可以送给人,功德一定要自己修设,那秦氏师傅我们通常都说,愿以此功德回向于某某,那个众生可否会利益于此功德呢? 你修的有功德可以,功德跟负德不一样,我有佛报,我有财富,我的财富可以给你共享,可以赠送给你,我有房子可以供给你住,负德了 我在社会上有地位,我可以让给你 你像释迦牟尼佛学习王位,这负德让给别人 安什高大师,他是伊朗过往,他做了半年过往,发心出家了,把王位让给他的叔父 这就是,负德可以送给人,功德不行,功德是什么?功德是戒定会 我持戒的功德,没办法送给你啊 你不持戒,我持戒,我没有办法把我持戒功德送给你 这个做不到的 我的定了,我没有办法把定送给你 我开智慧了,我开智慧了,我也没有办法把智慧给你 所以,功德没有办法给人 负德可以给人 那我们愿意此功德,回向某个人 你是特别修功德,是为他修的 这个功德,他得到 你比如,我为我的一个朋友,他过世了 我为他念一百部地藏经,特别是为他念的 不为他呢,我都不念了 为他念的,这个功德,他能够得 他得多少呢? 在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 七分之一 七分之六自己得了 七分之一他才能得到啊 这福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特别为他做的 那么他所得到的呢? 这主要说,还是福的 还不是功德 那么地藏经上,主要看 去读诵呢,就很明了 普罗门女 母亲在世的时候,造作卧业 个女儿很聪明啊 女儿懂佛法 要根据佛法里面所说 她的果报一定在地狱 所以母亲死了以后 她非常忧虑 怎样去救她母亲 她是用真诚的孝心 感动绝华定自在往如来 佛教给她 佛教给她修学的方法 教她什么方法呢? 念佛方法 她为了要救母亲 在一天一夜 她自己就成就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念佛 她成就一心不乱 真诚到极处啊 才有这个效果啊 这么多了 一心不乱 这个果味相当于小臣的阿罗汉 大乘法的 原教大臣 其性味的菩萨 很不简单啊 她母亲升天了 离开地狱升天了 你们想想什么原因 如果不是她母亲度悟到 她不肯这么样的用功 这么认真 所以她能够在一天一夜正 这个一心不乱 是她母亲这个力量帮助她的 她母亲要不造物业 要不死 她也不会那么认真去 她一辈子也得不了一心不乱 母亲跟她做了赠上缘 她也真用功真发愤成就了 母亲能够脱离地狱升天 就得这一份功德 愿一次功德 庄严佛净土 回向她 那么我们要跟这个 佳琴卷书诵经 有口无心 她得到的非常有限 如果我们都像婆罗文女一样 那你这个回向她 她决定超多 非常有效 完全看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夫 我们功夫越殊胜 她的地位越高 如果我们只是念佛送经拜佛 这个心里就是杂念 一丝毫的美断 她得到的太有限了 这个道理都在地藏本院经里头 这是教我们怎么样超度 超度如何才能得效果 要懂这个道理 那么由此可知 不仅是对别人 更重要的是对自己 要真干 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真成就了 真正学武了 我们说的是念佛法门 真的往生了 我们往生的品位越高 我们自己的家秦眷属 这个一般讲的 冤情债主啊 他们得的功德就越大 我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们了 天天回向上报四重恩 下集散图苦啊 她得到的越大 如果我们修行业无成就 她什么也得不到 一定要靠自己认真努力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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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